港股无端端有两日假期,但是外围股市仍然继续,虽然变动不大,但是减少了港股,表现比预期为佳,美股方面的是有很多不明朗因素,但是仍然保持强劲,即使从高位有所调整,调整的幅度因为不太深,所以暂时未完全破坏。 从纯粹的技术分析来看,介乎见顶与中期调整的之间,目前来讲是比较尴尬,反而是港股,看看是否能够克服不利因素,关于恒大3333,限电,科网行业的监管,这样就不再聚述,每一样都是不利因素,但是已经在市场上发生一段时间,虽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, 但是同样地要恶化,却不太容易发生,有利于中期走出一个星浪,所以不应该看得太淡。 当然现时仍然处于难崖的苦日子,但是总会有曙光。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地产股,在施政报告之前狂跌。 第一,内地同业非常缺水,第二又说会实施新的游戏规则,结果在多重利淡声音之下,却已经止跌,甚至乎开始反攻。 当然不敢说话已经完全见底,但是至少提供一个案例,就是市场已经足够反映利淡因素,会提供买入机会。 美股如果继续向好,可能也未必在大家股身上。 老实说因为通胀持续上升,债券的息率一定会向上。 对于息口敏感的科网股,肯定会长期困扰,反而可以想想金融股。 如果资金比以前紧张,有利提升息差,加上股值不太贵,是目前少数确定买得过的板块。